新的一年 脸书换新方面的侯友宜 写的团结共好 四个字被解读是建制2024 从我当新北市长 我就讲过共好 北北基陶 北台湾共好 北台湾共好 全台就会共好 侯友宜一贯打太极 有居高不下的民调支撑 侯友宜成为蓝宁当红炸子鸡 跟郭台铭逆会三次的消息 发酵好几天 电高不少声量 党内人士分析 若是侯郭配 就取决郭台铭的态度 据传郭台铭参选意愿低 若表泰挺侯 能取得蓝宁外省族群支持 若是侯友宜搭台中市长卢秀燕 则牵涉两个直下市长补选 风险过高 至于第三种则是侯朱沛 当主席朱立伦当副手 不但象征国民党团结 也能解决初选问题 可是难度高 因为朱立伦得愿意 屈旧当副手 人选这个东西到最后还没有真正 掀开锅盖的时候呢 我觉得现在想的可能都是揣测 郭柯 诸侯等等 他们当中有十六种以上不同的一个组合 2024就只有赢的这一个配对 所以不管哪一个组合 我们的重点就是赢 我想朱立伦主席过去也有丰富的 政治的经验以及历练 那我想这一次国民党整体的选举的状况 也应该算是还不错 所以朱立伦主席我相信 要称职能够协助国民党胜选 我觉得他都会来考虑的 国民党立委喊话 不管怎么选 就是要全力拼胜利方程式赢得胜选 我在讨论这个国民党的 所谓胜利方程式之前 我想先请瑞德哥 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侯市长的脸书 这一张到底背后有没有暗藏玄机 侯友宜旁边这几个大字写的是 团结共好 那也换上了这个 看起来比较清新的米色西装 其实侯市长从元旦谈话开始 没人给他懵 可是他那个致死稿 就是已经提升到 好像是要酸总统的屈性 讲话的那个口吻 我们台湾不是强国的棋子 我们台湾要共好等等的 昨天在换封面的时候 又再度po了一篇 侯友宜的心愿就是台湾团结共好 现在他的格局已经不只有新北市了 开口闭口都是台湾共好 因为他最怕的一件事情是 过去他都去年都用 那么所谓好好做事情 那他如果今年继续好好做事情下去 最后就只能在新北市做事情 你知道吗 他在去年当选的这个 新北市长连任的时候 上台致死以后 那么好好做事情 就多了一个字叫好好做大事 所以就不一样了 那侯友宜他这个 在警戒的时候遇到一个贵人 就是陈水扁 民进党的这个党主席兼总统 在警戒提拔一路提拔他 那么成为台湾最年轻的 这个刑事警察局长跟警政署长 所以警戒提拔他的人是陈水扁 可是也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深蓝一直存在 有所谓蓝皮绿骨的 这样的一个质疑 对不对 所以这是这个无可会言的 为什么他后来警政署长 被拔掉是什么时候 马英九一当选总统 就把他拔掉 踢到那个警察大学当校长 虽然警察大学跟警政署长 是台湾为二三线四星 但问题是你怎么管警察大学 你没有实权 你不能管整个台湾的这个警察 那么你就知道马英九多不喜欢他 深蓝多不喜欢他这样子 那是在警戒的发展 那么更何况他又是 319枪击案的主办者 他是刑事警察局长 那他是召集人 所以不可会言的 深蓝对319枪击案 确实心里面有所低估 有所割打 那这个侯友宜 那么现在越来越明显了 各位从今天一件事情 可以几乎断定侯友宜要出来选 什么事啊 不是他换封面 换封面那个还在那边团结 共好什么 什么样的人要说团结 不团结的人 你知道吗 所以呢他事实上呢 侯友宜也知道 他即将在国民党里面面临到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跟挑战 第一个挑战 他的当然就是赵超康 那紧接着来朱立伦是 朱立伦只说会推出最强母鸡 又没有说推出的母鸡 就是侯友宜 没有嘛 对他并没有这样讲 那么从今天什么事啊 各位新北市政府在今天刚刚宣布 在今年底12月31号晚上8点 要扩大举办 今年不是在淡水河有一个这个放烟火吗 他要扩大举办 而且他要挑战媲美台北101的烟火 跟澳洲雪梨的跨年烟火 那为什么说跟他有关系 我问你 他如果只是新北市政府 他干嘛这样做这样的宣誓 请问一下 今年跨年后再过不到几天 就要干嘛你知道吗 得被酸中后 真简单 为什么 各位 这几天刚结束的新北市的欢乐夜诞城 过去的经费据说都是3000万 去年 为了去年底 为了酸季增加到 我一记没错 媒体报道是6900万 所以今天他们号称说有771万人来 我也不知道这771万人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但问题是 为了酸季就加碼 为了酸季就加碼 然后呢 现在还要直接挑战101烟火 101烟火 不管台湾各地在放烟火 101烟火一直是台湾一个特色 是一个指标 对没有错 今年因为是下雨 所以雾多 可问题是一直是台湾那一个指标 代表台湾你绝对不会是说是哪里哪里哪里 虽然各省市都有这个所谓的举办跨年活动 他现在要直接挑战101 而且告诉你 我比澳洲那个雪梨的用 还要大 那你还听不懂吗 所以呢 侯友宜的这个企图心 越来越明显 为什么 因为你还要说办案抓枪 抓毒 抓这个枪击要犯 侯友宜是叫小真好 然后是一流的 可问题是 说为一个总统所需要的两岸外交国防 这些他都富之屈然 他甚至于不要说跟美国的关系 他连跟中国的关系都没有关系 国际关系 侯友宜的高民调是哪里来的 是跟国民党保持距离来的 为什么 四项民调 你看还甚至于在核四公讨还唱反调 对不对 然后你也不要忘记 除了深男之外 韩粉对他也是非常 那么两年多以前 韩国瑜代表国民党选总统的时候 他是不来的 他甚至于在李嘉芬 韩国瑜的太太来到新北造势活动的时候 连见面都不见面 他对韩国瑜对韩粉是保持这样的距离 我问你 韩粉为什么要力挺你侯友宜 韩粉不等然 不必然就是所谓的国民党 不一样 那么但是侯友宜 他自己就算没有很强势的这个选法 他自己下面的人一直拱一直拱 人家看得出来 为什么 你当总统我们才会当部长 如果他被当次长当发言人 大家都更上一层楼 一定没办就对了 不过我要提醒侯友宜 因为侯友宜有说 那么我们不应该成为强国的棋子 我有点疑惑 因为通常我们说战斗民族都是俄罗斯 强国都是指中国 侯友宜为什么说 我们不要成为中国的棋子 不太了解 后来有人解读 这个强国会不会不是指中国 是指美国 我住新北市 新北市400万市民 100万选民投给侯友宜 新北市的市民跟选民 也不应该成为人家要选总统的 踏脚跟棋子 那么为什么这样讲 前一个当了八年的新北市长的朱立伦 现在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他在第二任的时候 他也不过喝了杯咖啡 听了一个淡水阿嬷 现在到底不知道人在哪里 就把我们400万市民给抛弃了 结果现在又来一个时间更快 然后有可能为了这个更大的寻求 总统大会又再度要抛弃这个所谓的新北市民了 那我不知道新北市民到底是不是人家的棋子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侯友宜的绅士跟他相关的选总统这些国民党的恩恩怨怨 会在过年后开打 而且我相信一定会抛弃了地 那么在这个等于说总统大学 在这个九合一大学里面显然没有什么角色的战斗兰领袖人物赵少康 会率先开打炮打到普通的打 那么他第一个打的对象不要忘记 第一个说国民党选举一定要有三成五成相关的党员投票的人 就是赵少康摆明了就是要卡侯友宜 为什么 因为侯友宜就是没有人头党员这些党员投票 对他一定不利 国民党这一局感觉过年之后精彩的才要开始 现在可能各方人马还在酝酿 可是赵刚才其实瑞德哥给大家的一些线索 大家真的都听得出来 2024国民党非侯莫属 我先请教一下子哲 因为其实现在台面上或是这个新闻报导 大家最常讨论的是三个组合 每一个都是以侯友宜为主 第一个就是侯郭佩 副首要不要找郭斗 第二个就是侯卢佩 要不要找卢秀燕 可是如果这组出来会被说两个落跑的 这样做会 这样甘好 所以今天最新大家又讨论到 那侯朱佩呢 朱是谁 朱就是在讲朱立伦 可是这个子哲 你对朱立伦的了解 你觉得他的个性 他有可能去屈就说 我就来做侯友爷小孩 来做爷户总统吗 来子哲这边怎么看呢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党工 我不敢妄加揣测 不敢妄加揣测朱主席的动向 妄议中扬 不是我要讲啦 就确实啦 就是说国民党现在谈到 就2024总统大选大概就三加一个啦 就是说这个侯市长不用讲嘛 赵先生还有这个朱立伦主席 加一就是郭台铭 为什么加一 因为他现在不是国民党籍 可是他大家觉得说 他是蓝营人士啦 那我坦白讲 每一个都是强棒啦 可是强棒里面 会有更强 还是有更强跟四强的 还有四强的 这不用骗人 民调一做就知道了嘛 所以我认为啦 大家这个会觉得说 国民党怎么会 老惠老弟什么 我认为主要是 我们之前有前居之见 上次我们18年地方选择选的好 可是20年确实惨败 那我会觉得说 大家会记得这个教训啦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 这个党内在推举的过程 应该会相对比上次平和一点 那我觉得政治是这样 不用骗人 政治讲究就是实力啦 那确实的为什么 实力就是酸嫩啊 还是侯永宜的酸嫩啊 对啊 他这次大赢是几万嘛 然后现在人气很高 你怎么做民调 他就最高 那我觉得某种程度 因为国民党就在野这八年 你应该要在这里争招就好了 我坦白讲 就到底什么游戏规律 都不无可能 但是唯一一个啦 我刚刚讲了 想选 有能力选的 或想选的 搞不好就这几个 那唯一说 只要这些人同意 游戏规则怎么定 然后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事实上这个事情 就不会有太多的纷争啊 那我其实其他人怎么看 我觉得都还好 就主事者 能选想选的人 大家都同意 现在生命人不同意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到底是要 怎么样来逐选 主要是那个游戏规则怎么定 现在一个初步的东西 都还没有出来嘛 那如果按照我们党章的话 当然是有党员 党员投票加民调 可是我坦白讲 党员投票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投了 我们连议员的初选 都没有党员投票了 所以我在猜啦 比照上次全民调的机会高 一个就是全民调 那另外一种呢 这个这个征召 那全民调 当然我们过去的运作方式 全民调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内部 内部的民调 就是没有竞选过程 我们就大家同意说 之前那个卢秀燕跟江启成 大家记得吗 18年的那个市长的选择 就是用大家协调好 就民调谁高谁都出来 就中间没有那个竞选的过程 就避免什么 避免纷扰啦 避免冲突啦 竞争等等 那我觉得 我就讲 我心里没有定案说 哪一个最好 就大家同意 可以接受 派出最强的 能赢回政权的就是好 再来我最后讲 团结共好 这四个字 我对共好这两个字 记忆很深刻 为什么 2018年 蔡英文总统的春联写什么 写幸福共好 对 我是不是要当领导人 这个阶层的 就要写共好 没有啦 我坦白讲 已经有闻到那个 那个氛围了嘛 包含他之前 这个侯市长 在元旦的时候讲的嘛 台湾不要做强国的旗帜 现在又 特别他的脸书 现在强调台湾共好以外 还讲中华民国 追求和平 稳定 繁荣 永续等等 人家如果没要算 都不用说这个啦 是不是 就是说 你看过去类似这种题目 不管是两岸的啦 国家层次的啦 外交层次的 其实他会闭谈啦 那现在 不碰就不碰嘛 现在不仅不闭谈 他还会回应 主动换封面 我坦白讲 这不用骗人 这不用骗人 而且国民党确实 蛮多人期待 他可以代表国民党选的啦 不过我还是要讲 这种中间总要一个过程 你不能横空出世 马上就是谁 就是说你要让大家都可以接受啦 那我觉得 他是国民党的好牌 那你说 他是不是完全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 刚才这个瑞德哥讲说 对啊 是啊 他过去在外交国防领域 这个两岸领域 好像很少发言 就是说你到底 你的有料不 那未来大家慢慢的检验嘛 我说你既然要进厨房 就不要怕热 我也希望说 猴市长把这一部分准备好 当大家问到你的时候 你可以更有信心的 更完整的论述 取信于大家 其实讨论到这边 大家都知道啦 2024绝对国民党里面 绝对是有侯友宜的角色 只是说 他的副首人选到底要找谁 对于国民党 对于国民党支持者来讲 到底梦幻名单是怎么配 侯友宜配郭董吗 还是配卢秀燕 还是要真的找朱主席呢 我们等一下回来 一起来讨论 请不吝点赞